PiPay就是一张全球银行卡 当你使用Pi支付来结账的时候 只需要轻轻一点 交易就完成了 当你结账的时候 你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结账 用PiPay可以换算成任何国家的法币结算 也可以用加密数字货币PiPay进行结算 贵率会自动换算显示 同时PiPay还能为全球20亿没有银行账户的 人提供银行服务 你还在担心Pi网络没有足够多的使用群体吗 你还在担心Pi总量过大吗 9.PiA 这是一个关于如何获取PiPay的应用 这个应用的理念是把自由职业者与整个PiPay 生态系统中的雇主联系起来 雇主可以把需要完成的工作发布在 Pi劳动力持终的工作页面上 那些正在寻找工作的Pi矿工就可以通过这个页面 找到适合自己做的工作 通过劳动Pi先锋便可以获取PiPay报酬 最值得肯定的是该应用的体制 工作不怕被骗 因为您可以了解哪些工作正在支付 以及他们在以前的工作中接受的申请人支付了 哪些通过填写工作列表的申请部分 申请人分享了他们从事这项工作的意愿 当他们成功地完成工作就可以得到预先锁定报酬 10.Web比社交 这个应用程序非常具有挑战性 该应用程序的目的是创建一个由循环区块链驱动 地区中心化社交媒体平台 现在的社交平台限制太多 几乎都是区域性的封闭的 但这个社交平台不同 在这个平台上 每个人都可以与世界各地的人和分享自由交流 不用担心语言障碍 消息可以自动翻译成自己的母语 这是一个去中心化社交媒体平台 现在的社交平台限制太多 几乎都是区域性的封闭的 但这个社交平台不同 在这个平台上 每个人都可以与世界各地的人和分享自由交流 不用担心语言障碍 消息可以自动翻译成自己的母语 这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平台 一个没有障碍的全球社交平台 过去没有任何社交软件可以访问 从某种意义上说 Pi是一种社交货币 社交没有国界 10.Tigilage High村 Poichu Pi Village 是为Pi网络构建的平台 允许先封会员销售 购买 交易 和向会员 提供多样化的服务 会员使用Pi加密货币作为支付方式 不是Pi网络 成员的赞助人 将有机会在应用程序内加入或将 传统货币兑换为Pi加密货币 Kuichu是斯瓦西里语 原来意思是我们的家 我们的地方 地球 是一个村庄 我们可以在任何欢迎 我们的地方 称之为家 Kuichu Pi Village 是在将整个世界团结在Kuichu Village 人们可以与社区中的其他人联系 在那里 人们以实惠的价格 交易和销售优质商品 而务须寻求超额利润 你还在担心你的Pi多 没人要吗 以上十大应用猜想 只是Pi的一部分 Pi友们 我们要做的就是 每天按时点闪电 尼古拉斯早就说了 让世界拥有的Pi 让人人拥有Pi 加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